这一节新闻一开始呢 我们首先要来关心的是台湾的各大报 在今天的头版头消息了 中国时报的部分聚焦在台湾在 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巴拉圭 4月30号举行了总统大选 又一执政党红党候选人贝尼亚 大赢主要对手将近16个百分点 当选下一届的总统 他的任期有5年 好 贝尼亚在选前承诺 将会继续跟台湾维持外交关系 当然胜选呢 已经暂时消除了巴拉圭 会转而投向中国的疑虑 贝尼亚预计8月15号就会就职总统 他面临的是重振经济的重大挑战 还是必须要安抚农民 要求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呼声 另外呢 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消息了 好 劳动部的政策都跳票 2024没选票 这个是在昨天的五一劳动节 有将近5000名的劳工 是以8年完全执政 劳工算总账 作为诉求走上街头游行 五一的行动联盟表示 完全执政的民进党7年多来 竟然是缴出让劳工失望透顶的成绩单 要在总统蔡英文卸任之前来算算总账 并且还说了 民进党必须要正式基本公司法 专法 立法 跳票 还有两次的公时休恶 造成的过劳等等的问题 否则劳工朋友将会依照这些总账 来决定2024年的大选选票 旺报的头版头消息 中国的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 职务玄缺已经长达10年了 近日由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 大陆全国政协常委沈兵来接任 中国的天主教官方网站 近日首度发布了沈兵 是以上海主教的身份 率领教仲主祭的活动照片 不过根据香港媒体的透露表示 该项的任命案是中国单方面的行动 其实没有得到教宗的同意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罗马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4月30号结束了匈牙利的 三天访问行程之后 再回到梵蒂冈的航班告诉媒体 他正在执行一项有关于 结束乌克兰战争的秘密任务 好 目前尚未到对外公布的时间 他的说法是 等到时机到了 就会对外揭露